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说 就是明朝的名 阿里达 本王马上给摄政王写一封信 你带上书信 火速回京 觅见摄政王 本王要让摄政王以朝廷的名义杀了犯好证 你干什么 你不怎么这样 老爷 你不怎么这样 摄政王要是问你话 你就按刚才本王吩咐你的回答 明白吗 奴才明白 可万一摄政王知道真相后 放心吧 本王保你这脑袋 稳稳当当的长在脖子上 这段差事办完之后 你就不再是副教 永远都不是副教 谢王爷 可王爷 奴才觉得 与其冒着让摄政王知道真相的危险 不如先把范好证给杀了 先斩后奏 怎么你改主意了 你不是一直劝本王 要稳妥行事吗 怕死啊 王爷 奴才不是怕死 奴才是为了王爷您着想 这范好证背上的字 让情况有了变化 让王爷有了杀范好证的礼服啊 阿里子 你不明白啊 朝廷的局势很复杂 范好证这个人 很多人盯着呢 不是本王不敢杀他 而是 让摄政王下旨杀了他 才名正言顺 范好证手底下的人 才无话可说 王爷英明 范好证手下的人 这些天的确闹得很厉害 这是其一 要是 让摄政王杀了范好证 那才大有深意啊 只要摄政王杀了范好证 朝廷里的局势就会风起云云 你跟摄政王说什么废话 哥 你可别忘了 哦 当时敖拜也在场啊 那家伙说 若是豫王爷敢刺杀朝廷命官 那 那就是公然自立朝廷 就人人可得而诸子啊 哥 你别怕 咱们就是在江南自立朝廷又怎么了 让臣弟带一队人马 杀回京城 亲手把他给逮了 摄政王 玉王爷这是 多多 不许胡说扮闹 班大人 你别想逃过金玉 毒死你也是死 杀死你也是死 金玉本将将用这把剑杀了你 玉王爷自会如赏 剑杀 大人 什么人 我们是紫禁城皇宫四品带刀侍卫 这里是将军府 来的 给我拿一下 你们是带刀侍卫 我看你们能飞出将军府 你们就等着死吧 王爷 奴才斗胆问一句 那范浩正现在何处 奴才身上可是有两道圣旨 要提范大人回京 既然是一直到了 那就把范大人压解道经再问罪吧 不过本王可是不知道范浩正现在是否还活在人世 王爷什么意思 刘公公 谁不想瞒啊 刚才你来的时候 本王的手下正在奉摄政王的命令 送范大人归西 这可是摄政王亲审亲判的啊 可不是本王 刺杀朝廷命官呢 范浩正是死罪 丫解道经也是死罪 不过 既然这圣旨到了 本王总得有个交代嘛 何罗慧 在 你去看看 如果范浩正没死 如果范浩正没死 让他们刀削留人 这 范浩正是死罪了 摄政王 奴才也去看看吧 行 去吧 等等 刘公公 有可能 你会看见一具尸 公公公 咱们可算不在您老家身边了 奴才跟小舅在刀队以后 简直像犯家之选 连白也都找不着了 别落魄了 北京 传令 炮火攻撑 是 开火 传我的军令 警察后 不得滥杀无辜 违军令 斩 禀大队 陈县板明非常强悍 很多人宁死不详 战斗 打了一天一夜 才算结束 伤亡怎么样 板明伤亡有三万 我军伤亡也有三千 死了这么多人呢 是 三万多条是命啊 遵照大帅命令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人 逼赶到城中校场 他们当中 还有不少拿着棍棒菜刀之类的武器 怎么处置这些板明 请大帅明示 传令 围住他们 不准动手 是 走 到交场去 禀大帅 我刚刚得到消息 陈县反对首领陈忠明 积极给同谋被活捉 现已压到 好 把人带过来 是 去 将来把他们带进来 把他绳索解开 把他绳索解开 你就是陈忠明 陈县八万民众 已经被你们杀掉三万 要杀就杀 何必作为 陈县忠明 本都知道你是个读书名理之师 陈县民众造反官府理应围剿 这道理 你应该明白 但本都对陈县民众 有一份体恤之心 范浩正 我见过天底下最不要脸的人 竟然是你 你去朝廷当走狗 还要杀汉人 用他们的血 来染红你的红帽子 杀人还想假行星 想当屌子 还想立牌吧 昨天天一上了折子 奏醒和婚之事 皇上平静地接受了 什么也没说 看来范浩正的谈话收效了 姑姑 皇上爱听范师傅的话 这次就是这样的 丫头 既然天气很好 咱们出宫走走吧 咱们去哪呢 就去范浩正那 我正想看看范浩是什么样子 还有那个丫头怎么样呢 姑姑 刚才公公跟苏兰讲 说玉清王为了这件事情 正在府上道歉呢 好啊 姑姑正想看看 多多被教训的样子 咱们来微服私房吧 换衣服去 范大人 本王再次向你道歉 这件事 就不要耿耿于怀了 我范某人是那种 小肚鸡肠的人嘛 玉清王有登门道歉的胸怀 我范某人又起无一笑闽 恩仇的胸襟 那就一言为定啊 一言为定 来 扩上 王爷请 范大人 你真的一直喝这茶 对 苦丁茶 再加两枚甘蓝 一直如此 我就不明白 这么难喝 你怎么喝得那么香甜 你的肠胃跟本王不同啊 这不是肠胃的问题 是心肠的问题 应该说本官跟王爷 心肠不同 行 你是变着法的骂我呀 谁让我得罪你的妈就骂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茶我也凑合吧 那就委屈王爷了 范大人 你跟本王说个实话 你是不是 喜欢那个丫鬟啊 我这么跟你说 王爷 我跟秀秀过几天要办喜事 这就对了 你们汉人哪 就是虚伪 我别